香港的反送中大游行运动至今已经整整一年了 香港的局势依然动荡 总统蔡英文宣示要提出远港的条例 但目前都还没有看到具体的方案出炉 公民团体就在今天集结在总统府前 呼吁政府应该要说到做到 尽快落实救援的机制 今天晚上还将在自由广场举办 台港同行反送中周年晚会 邀请到知名的作词人林夕 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出席 要展现台湾称香港的决心 拒绝香港黑警 顶着劣志台湾数个公民团体站出来 在自由广场牌楼下高举极致 适逢反送中示威抗议满一周年之际 呼吁政府对香港伸出援手 我们其实重新的希望台湾政府 为香港的移民做好准备 然后明确化可以把香港民主活动 接住的这个承诺 去年6月12号 香港警方对群众丢出第一颗催泪弹开始 反送中运动在全港遍地开花 整整一年来香港情势持续动荡 流离失所的港人向台湾政府寻求帮助 总统蔡英文指示提出远港条例 但具体方案至今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罢韩已经结束了 疫情也不再能是借口 接下来蔡政府的态度 以及未来对香港人的措施 呼吁政府尽快落实救援机制 公民团体更在周六晚间 要举办台港同行反送中周年晚会 找来知名作词人林锡 和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 担任嘉宾 我们一起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 称香港称手足 台湾香港一海之隔 却共同面对来自中国的压力 民间团体南北连线 向政府大声疾呼 称香港不能只是口号 远港条例的施行 已经刻不容缓 记者的理想就欢迎财 特别的报道